终于等到中心发每箱的照片了 下午1点多的时候发了每箱的照片 然后我等到3点多的时候还没有发天天的 今天发了几组熊猫的照片 每箱、一夜、每嵌、还有明明 它这个更新的速度太慢了吧 这几组熊猫的照片都是从上午的11点多到下午的3点多 不同的时间发出来的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发天天的 关于美箱照片里面的这个地面 有的网友说四川这边冬天地上还有草吗 这边确实是有草的 而且它地上不光是绿色的也有这样的枯叶 之前就有很多人说 美箱和天天的这些照片是假的 是之前拍的 然后现在发出来 因为现在四川的地面没有这样的绿色 现在视频里面也是都这样验这边熊猫的场地 冬天也是有这样绿色的草木的 所以我个人还是相信 宗欣发出来的美箱和天天是现在的照片 但是宗欣怎么讲呢 它就是有点杠 大家呼吁发视频 他就不发视频他发照片 而且照片也不是每周更新的 翻了一下宗欣最近的官微 基本上发熊猫都是发的一些照片 他就不发视频 我是经常在其他视频里面夹杂一下 憨憨和繁星 希望他们早一点搬到一些大一点的院子植被跟茂密的院子里面去住 实在现在空不出来的话 一样可以像乐乐一样 就是能不能到广安华音山这边来暂时住一段时间 因为这边的场地好像是两个熊猫的场地呢 现在目前只有乐乐一只熊还空着呢 今天还更新了仪翼的照片 每只熊猫的性格不同 确实也会导致不同的面向特点 怡翼性格会比较害羞泪脸一点 他的照片里面总感觉有一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